做人,简单就好,生活,宁静就好,如果我们将过去抱得太紧,就会腾不出手来拥抱现在,只有让心静下来,你才能看待一切,在静中,你才会反观自己,知道哪些行为还需要修正,在静中,你才能让生命得到升华洗礼,在自观中走向觉悟,生命的魅力在于静,外表的宁静给人以美, 内心的宁静给人以慧,有些人士,看不清会纠结,看清了会心痛,人生如以绿尘埃,调念是自己做主宰,实际上却被牵地,人倒主宰着很多人士的变迁,你无法左右,只能随缘,要想活得快乐,要学会清醒的做事,糊涂的做人,本来就没有完美,什么都看清了,屋顶也照燃了, 优点越多,优点越显得刺眼,活得太认真,所以很痛苦,人生难免会有缺憾和不如意,结果已来,心静如水,依物随行,将无完人,熟能无过,世上没有过不去的桥,也没有不能宽容的人合适,在宽容中挺无各自互异的本质, 便会对彼此的护益感兴趣,而产生世界,尚有愉悦,而身体器官的刺激,必将起到平衡的作用,放不下过去,如同开发方向的车,会离幸福越来越远,人生如驾车,路过的,都是风景,风景在美,记忆路过,就要离开,无论舍不舍高, 人生都要前行,放得下,过去就是支撑未来的基石,放不下,昨天就是拖累今天的包袱,人生有希望才有活头,而希望在当下,不在昨天,优雅的转身,才能邂逅越来越多的幸福,人生路上,挫折是难免的,生命在于内心的丰盛,而不在于外在的拥有,相依相搬坐于绿条地, 目纵远天辉煌的运落,只有这些幸福快乐的感觉,与自己快乐相处的人,才能远离痛苦,才能拥有快乐的人生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